这几年我做了大概将近300个视频 也曾经多次提到过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但是最近发现我居然没有一个视频是详细讲解这个内容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什么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它对哪些人有帮助又有哪些风险 我们如何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但是在开始后面的内容之前 我要强调一下 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 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孕妇 他们由于营养和热量的需求 显著的增加了 因此不应该过度的限制碳水化合物 不应该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再一个就是关系到速度以及运动表现的运动员 以及那些有饮食失调病史的人 也不应该随意的去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首先目前的主流建议认为 成年人每日能量的45%到65% 应该是来自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 按照成年男性计算的话 每日碳水化合物的供应至少应该达到1000卡路里 一克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4卡路里的能量 这就是250克碳水化合物 这里的碳水化合物指的是糖和淀粉的净重量 不包括水和纤维 我们日常所吃的米饭馒头 淀粉含量通常是20%左右 我们喝的含糖饮料每500毫升里面平均是35克的油鲤糖 现在说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这个概念 目前并没有共识或者是医学指南来明确的指出 每天吃多少碳水化合物才算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但是有一些研究认为 如果碳水化合物在每日饮食中的总能量的占比小于26% 可以考虑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这也意味着应该吃更多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满足能量供应需求 根据碳水化合物在饮食中的占比不同 某些研究又把它们分成了极低、低、中等以及高碳水化合物饮食 如果你每天吃2000卡路里的能量 其中能量的10%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少于50克 那么这就属于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如果能量的26%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少于130克 那么这就属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如果能量的26%到44%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那么这就属于中等碳水化合物饮食 如果碳水化合物超过能量共比45%以上 按照2000卡路里算算的话 那么这就是225克碳水化合物 那么这就属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 按照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目前许多国家给出的膳食指南的建议就是高碳水饮食 然而这样的一种饮食结构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尤其是已经存在代谢功能障碍的朋友 所以有的研究认为 对于存在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不耐受的人 增加碳水后会加剧他们的问题 而限制碳水化合物则可以改善他们身上的问题 说起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目前有许多的方案 在这里我就介绍四种流行的低碳水饮食方案 第一种是生酮饮食 它属于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通常要求吃15%到25%的蛋白质 吃70%到80%的脂肪 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则控制在10%以下 这意味着不到50克碳水化合物 有的计划甚至要求更少 每天不能超过20克 这种饮食计划就是强迫身体 从主要燃烧葡萄糖作为燃料 变成主要燃烧脂肪来作为燃料 强迫身体进入同症的状态 第二种就是阿特金斯饮食 这是一种帮助减肥的饮食计划 它同样强调的是严格控制 可以引起血糖波动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所以它没有提到需要严格的控制带糖 因为这些物质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 在它的官网上提到了三种不同的阿特金斯方案 阿特金斯20 阿特金斯40以及阿特金斯100 这些不同的数字分别对应了 每天摄入的净碳水化合物的上限 当然作为一种商业计划 展示自己品牌的低碳水化合物包装食品 也是必然的 但是你需要知道这些食物都是经过高度加工的 顺便说一下 在国内我也看到了许多的网站 减肥软件也在卖这一类的减肥食品 待餐食品 它们的特点就是低碳水或者是零碳水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食物中营养素的损失 食品中添加剂的数量对人体的影响 第三种就是原始饮食 这是一种模拟旧时期时代人们的饮食方式 因此它没有对碳水化合物做出具体的限制 但是它排除了一些农耕时代之后出现的食物 比如说精制糖 乳制品 穀物 还有豆类 还有通过加工方式获得的油 盐 酒精 以及咖啡 能够吃的食物就是蔬菜 水果 根茎类 坚果 肉类 还有菌类 因此这种饮食方式通常也很难吃下去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第四种就是碳水化合物循环 它通常是根据身体的脂肪含量 健康状况 近期的运动计划以及身体的活跃水平 来共同的规划一周左右的碳水化合物的数量 如果这两天活动量很大 并且要进行大量的阻力训练 那么这就需要快速的能量供应 这就需要进行高碳水 低脂肪饮食 每日碳水化合物的量可以达到200克 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天是休息日 则需要反过来进行低碳水 或者是极低碳水 高脂肪饮食 每日碳水化合物的收入量控制在50克以下 接下来我简单的讲一下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减肥 这是绝大多数人选择这种饮食方式的原因 2020年的一个汇水分析发现 在6个月到1年的时间内 采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人 比采用低脂高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人 体重减轻的要更多一些 但是在1年之后 两组之间就没有显著差异了 2022年的一项汇水分析发现 与正常饮食的人相比 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人 在3到8个月内可以带来更大的减肥效果 但是同样的 10个月之后 差异就不再显著了 第一个汇水分析的作者认为 之所以人们在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后期 出现体重下降的速度减缓 甚至是停止 这可能是由于某些人 他的依从性比较差 他认为 如果人们严格坚持的话 应该会有持续的效果 这是因为低碳水饮食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餐后的血糖峰值 避免了血糖的波动所带来的饥饿感 以及通过调整胆囊收缩素 胃饥饿素等其他激素来共同的促进人们的饱腹感 更重要的是 2018年的一项研究初步的表明 同等能量摄入的情况下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比高碳水化合物饮食 会让人体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第二个好处就是对糖尿病前期二型糖尿病 以及代谢综合征患者所产生的有利影响 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确诊为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超重人群 他们没有经过药物治疗 他们只是遵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他们头三个月内 每天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总数量少于40克 然后再三个月内 每天少于60克 他们吃非淀粉的蔬菜 瘦肉以及健康的脂肪 他们平均减重的13磅 空腹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 都得到了明显的下降 作者认为少吃碳水化合物 以及身体脂肪含量的减少 这些因素共同有助于改善 胰岛素抵抗 并最终让他们的血糖水平也得到了改善 2019年的一个研究发现 患有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的人 进行高碳水化合物 中碳水化合物 以及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四个礼拜之后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在逆转代谢综合征的标志物方面 更加的有效 特别是高干油三脂 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这些指标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第三个好处是 可能会抑制某些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指标 2019年的一项慧萃分析发现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与体重、舒张压 以及干油三脂的降低 显著的相关 然而大概两个年之后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和心血管风险之间 就没有显著关联了 当然这和前面提到的减肥的研究 可能是一样的 效果减弱 可能是由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坚持不佳 这可能扭曲了试验的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 更高质量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第四个好处 可能对胃食管反流病有益 虽然我本人就是受益者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一定会从此获益 因为引起胃食管反流病的机制的 底层原因很多 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在肠道里面发酵 产生气体增加腹部的压力 可能只是原因之一 2022年发表的一个为期9周的随机对到试验结果表明 调整膳食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大幅度的减少单糖的摄入量 参加测试的 为食管反流病的患者 他们的症状就大幅度的减轻了 食管的酸反流的情况 大幅度的减少了 以上四点只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所起到的油益作用的一部分 还有许多的内容我其实在以前的视频中也零零散散的介绍过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应该怎么样吃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尽可能的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它们会快速的升高血糖 并且影响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如果你的低碳水化合物的计划非常的严格 你可能还需要控制天然含糖含淀粉食物的摄入量 例如香蕉、芒果、葡萄这些高糖的水果 再例如南瓜、红薯、土豆这些淀粉的蔬菜 再例如藜麦、燕麦、大米、小米以及豆类这些完整的穀物 因为吃多了 它们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一样会高 所以吃它们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分量 并且吃的时候把它们和肉类以及绿色的蔬菜一起吃 起到一个缓冲对血糖不良影响的作用 剩下的我认为除开各种垃圾食品以及烟酒 还有深加工食品 这就是低碳水饮食需要吃的食物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计算卡路里的摄入量 因为这种状态下 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进行自我调节食物的摄入量 而不需要去担心暴饮暴食的问题 看起来低碳水饮食 似乎可以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 或者某些人的身体对低碳水饮食的反应 与其他的人不同 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 第一个是对LDL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LDL升高 HDL降低和心血管疾病以及中风是有关系的 前面提到的好处表明 低碳水饮食可能会降低某些人的LDL水平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低碳水饮食不会对LDL造成什么影响 但更让人不安的是 又有研究表明 某些特殊人群进行低碳水饮食的时候会显著的增加LDL的水平 这些人又被称作受体重高反应者 因此为了稳妥其见 当你担心这方面问题的时候 当你过渡到低碳水饮食的时候 你最好能够在此之前先测量一下你的血脂的情况 然后在进行低碳水饮食的时候 也定期的去监测血脂的水平 看一看人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但如果我们再继续的稍微深入了解一下 我们会知道LDL也分好坏 大颗粒的LDL相对安全 更小颗粒的LDL相对危险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小颗粒是最危险的形式 认为它们最有可能导致动脉斑块的聚集 在前面提到的研究里面 进行低碳水饮食 总体上LDL的水平没有显著的变化 但是大颗粒的LDL有所增加 而小颗粒的LDL的数量相对减少了 第二个是对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目前有报告说 有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集体碳水化合物饮食 使用达格列镜这类的药物的时候 发生了铜症酸中毒 所以这里我给出的建议是 对于已经存在有慢性疾病 正在服药的患者 如果你想改变饮食方案 请一定要得到你的医生的允许和支持 就算你的身体足够的健康 我想你也不应该贸然的让自己的饮食方式变化的太快 因为你可能会遭遇到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抵抗 如果你在进行低碳水饮食期间还遭遇到了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 所以是否需要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能否长期坚持这样的饮食方式 我认为这是需要专业人员评估的 因为人和人的身体差异太大了 目的也是为了安全 而且我也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并不是枷锁 带上去了就脱不下来了 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 也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 所以当我要运动的时候 当我想要多吃一点的时候 我会按照碳水化合物循环来操作 但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吃优质的食物 可以的话再通过定期的测量血糖 了解身体对不同饮食方案的反应 感谢观看